今天的股股推介是騰訊700 簡選原因是說到 騰訊近日受到多個負面消息拖累 股價短期預料會受壓 但破底的機會不大 預料整體業務表現長遠仍有穩健的增長 可以趁回調至支持位時吸納 互聯網企業面對新一輪的監管風險 但騰訊手遊業務有穩健的增長 加上它持有多間上市公司 可以藉著出售股權釋放價值 市場亦預料部分收益有望 可以透過派息或回舊返還給股東 摩根大通說到騰訊正面對新一輪盈利下調 但短期不會嚴重打擊股價 預期大多數大型中國互聯網企業 將會在今年第二季恢復收入增長勢頭 因而迎來政策刺激和監管環境正常化 另外騰訊將會在3月23日公布去年業績 按彭博綜合最新的預測 去年收入債岸年上升1乘7 去到5652億人民幣 經調整的盈利岸年上升4%至1279億人民幣 較去年首三季都有所放緩 騰訊昨天收報445.4 跌了5% 策略上騰訊昨天一舉下破了多條平均線 短期或仍然有下跌空間 如果回吐到區間底部410元 可以作出吸納 博反彈至區間頂部480元 長線看580元 跌穿379元就需要指示了 字幕提示 字幕提示